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您先点赞订阅 您的支持能帮助我们这个频道成长 让更多的人了解真相 在莫斯科经历了动荡的一周后 普京已经开始了清洗行动 一些俄罗斯的高级将领将从公众视野中消失 据报道 俄罗斯当局已经逮捕了末日将军苏勒维金 苏勒维金是一名高级将领 与普里格金的关系良好 他在上周六凌晨兵变开始的时候 录制了一段人质式的视频之后 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目前还不清楚他是否被指控是兵变的策划者 或者只是被拘留审讯 资深评论人江峰认为 当普里格金带领瓦格纳向莫斯科进军的时候 苏勒维金实际上是他最重要的一个内应 如果苏勒维金在第一时间被拘捕的话 那么瓦格纳进军莫斯科 成功的可能性就降低了很多 普里格金是不可能成为俄罗斯的政治领袖的 因为他是个恐怖分子 是一名战争罪犯 俄罗斯人需要像苏勒维金这样的人成为政治领袖 那么当普里格金得知苏勒维金被捕后 叛军进军莫斯科的行动就戛然而止 这是一种很大的可能 普里格金叛乱未随后 俄罗斯当局突袭了瓦格纳在叙利亚的驻地和他们的联络代表处 逮捕了瓦格纳的四名高官 相当于砍掉了普里格金的左臂右膀 根据第一军情报道 俄罗斯出兵宪兵队到叙利亚 对多名瓦格纳高层指挥官进行了抓捕 其中瓦格纳分部在叙利亚 埃斯苏维德驻派的指挥官被拘押 同时在俄空天军所在地的赫梅明空军基地 也有三名瓦格纳高层被抓 华尔街日报报道 莫斯科官员表示 俄军已经通知叙利亚 玛利 中非共和国和部分中东国家政府 他们将着手接管当地驻扎的拥兵部队 甚至派遣外交官的官员 直接前往叙利亚首都大马士格 与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进行会晤协商 评论人士唐靖远认为 普京采取的这一系列紧急行动 都围绕着同一个核心 那就是瓦格纳在叙利亚非洲这些地区的行动 他可以继续下去 业务可以继续做 但是从现在开始 所有这些行动将由新的管理层来负责了 也就是说 普里格金当初所安排的那些指挥体系 他的人马全部都要被取代 这样一来就切断了瓦格纳的经济来源 使得瓦格纳无法维持一个庞大的军事集团的日常运转 那么普里格金自然就失去了他的凝聚力了 普京不但要截断普里格金的经济来源 甚至还要他的性命 29日 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布达诺夫 在接受战区新闻采访时透露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获得寿命 刺杀普里格金 他说乌克兰情报局早已获悉瓦格纳政变的阴谋 并一直密切关注俄国内部的发展 此前 普京曾经公开承诺 不会去追究瓦格纳集团任何人 包括普里格金本人的刑事责任 唐靖远表示 我们还不知道 普京如何处理普里格金和这四名瓦格纳高官 他们的罪名是什么 也许就像普京所说的 不追究他们的叛国罪 但是要追究他们的其他罪行 比如说什么屠杀平民罪 抢劫罪 洗钱罪等等 那简直太容易了 英国《每日邮报》报道 乌克兰当局表示 目前俄国联邦安全局和俄国国防部间已经爆发内战 他们的总部位于莫斯科 彼此仅几分钟的路程 乌克兰情报局预计双方都有人身亡 这个消息尚待证实 如果是真的话 说明普京已经被架空 或者已经没有绝对控制权了 还有一个消息 也证实目前俄国政坛混乱 兵变开始时 俄罗斯各城市的瓦格纳招募中心 纷纷关闭 广告牌被拆除 俄罗斯在线社交媒体Vcontact屏蔽了该组织 但兵变结束后 该组织又活跃起来 据国家通信社塔斯社报道 位于秋明市和新西伯利亚市的瓦格纳PMC中心 已经恢复招募雇佣兵 俄罗斯独立新闻媒体的记者 尼索夫·采夫发布了一段 他试图加入瓦格纳的视频 他假装想报名参军 他被告知通过WhatsApp发送他的个人信息 随后他将收到进一步信息 尼索夫·采夫向招聘人员询问 普京称瓦格纳是非法的 他们是一群叛徒 招募人员回答说 如果我们是叛徒 我们就不会在俄罗斯 这位记者还询问新兵 是否需要前往白俄罗斯 招募人员回答说 我们的基地位于俄国的克拉斯诺达尔州 为了向外界展示普京一切正常 并且是个受欢迎的总统 在过去这两天 普京频繁地出现在公众面前 现场视频显示 普京与陌生的老妇人 年轻女士拥抱亲吻 与陌生人握手的次数 大大超过以往 这究竟是普京本人 还是他的替身 这个普京甚至还去了一趟塔吉克 江峰表示 在塔吉克外出活动当中 普京的替身和十个小时之前 视频讲话中的普京 长得明显不一样 真普京 颧骨更宽 棱角更加分明 更有霸气 假普京脸型柔和 眼神温和 有些慌张 这些普京全都是替身 普京本人在哪里呢 江峰认为 普京应该在瓦尔代地堡 在那个地下防核公事里面 接收报告 并通过视频连线 举行了几次关键性的安全会议 目前 俄国政坛高层非常不稳 敌友不分 所以普京不敢出现在莫斯科 中共中断美中军事沟通机制 美国官员指出 恢复军事交流 对于双方减少摩擦至关重要 中共官员一再声称 他们对谈判持开放态度 但前提是 先取消对中共国防部长 李尚福的制裁 周三 中共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 刘鹏宇声称 在两国之间进行任何交流 与合作之前 美国应该消除这些障碍 周四 美国国防部再次拒绝了中方的要求 2018年时任中共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的李尚福 因涉及与俄罗斯军火商的重大交易 被美国列为制裁对象 今年3月 中共当局不顾美方制裁 将李尚福任命为国防部长 外界认为这是中共刻意向美国叫阵 人为的为美中高层对话增加障碍 时事评论员杨威分析 中共政权现在岌岌可危 中共领导人实际更怕打仗 但是中共有意拒绝中美军事热线 自认为留了一手 可以随时威胁美国 但双方擦枪走火的风险也增大了 近期 美中险些发生军事摩擦 中共军舰在台湾海峡拦截 正在执行美加联合任务的 美驱逐舰中云号 当时两舰相距不足150米 中共军机在南海上空拦截美军侦察机 迫使其改航 杨威表示 只要中共领导人需要 中共军机军舰危险拦截的事件 随时可能上演 制造中美冲突的气氛 这是白宫最担忧的 中共故意拒绝军事热线 拒绝及时沟通 实际在玩典型的冷战游戏 很危险 他说 前苏联曾经常对美国和北约 做类似的动作 俄罗斯有时也做 但是美苏 美俄之间都保持军事热线 双方高层实际相对理智 不想开战 但是中共拒绝军事热线 在玩更危险的游戏 也表明中共确实没什么牌可打了 中国网友对中共洗脑宣传越来越不买账 6月28日 新华社发表特稿 报告 去年七分之一英国人吃不饱 声称 一项抽样调查的结果 是去年约七分之一的英国人 因缺钱面临饥饿困扰 网友评论一面倒地指责党媒洗脑 有网友说 在他们眼里 我的智商是负数吗 抹黑别人自己就优秀吗 也有网友说 看看人家的福利多好 中共政府能不能也给我们穷人发点食物 有网友发现 党媒口中挨饿的国家似乎都是中共的敌国 因此嘲讽说 前天英国饥寒交迫 昨天美国流落街头 今天澳大利亚忍饥挨饿 明天轮到韩国和日本了吗 目前 中国大陆经济大衰退 民生艰难 网友怀疑 中共炒作发达国家惨壮 旨在为自己开脱 在北京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关系陷入困境之时 中共当局6月28日通过了一项对外关系法 并将于7月开始实施 金融时报分析说 北京希望这项立法能为其应对西方制裁提供更多的法律预计 但可能会进一步削弱海外投资 有外商指出 习近平的经济政策是拉着手杀开车 让外商失望 美国政府近几个月以来将一大批中国公司列入黑名单 指控这些公司或者协助当局监控新疆等地的少数民族 或者直接间接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提供支持 华盛顿还推动盟友对中国实施半导体技术和设备出口禁运或限制 以防中共将其用于军事发展 北京当局将美方的这些做法余力视为对其打压 在过去六个月里 针对西方在中国的商业利益 中共当局采取了一系列行动 包括对总部设在伦敦的国际会计事务所 德勤公司处以创纪录的罚款 禁止美国芯片制造商美光公司的产品进入关键基础设施等 金融时报报道说 中共政府的报复措施 包括扩大的反间谍法 可能会削弱习近平政府今年吸引外国投资的努力 台湾国际关系专家宋国诚表示 不管是欧洲和亚太都已形成天网式对中国围堵的网络 从地缘政治来讲的话 围堵几乎已经看不到有任何的漏洞 或者是缺口 中共现在就是想突围 杀出一条血路 好的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请记得点赞订阅留言 并转发给您的朋友 世事变幻笑看风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